各位弟兄姊妹,又到了受难节和復活节了 在以后七集《每日与主堂行》当中 希望透过《马可福音》第十一到第十六章 与大家续续分享一下 耶稣基督在受难前和復活之后 所讲过和所做过的事情 中国人常常说 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主耶稣虽然是復活升天 但是他在受难的时候所讲过所做过的事情 都非常值得我们反省一下 在第十一章当中 他很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 因为他入城的时候 以色列人不仅是夹到来欢迎他 甚至有些人将自己的衣服和柱子斩下来 铺在路上来给他骑着生竹来经过 这种有欢迎 是一种君黄式的欢迎 亦是一种海泉式的欢迎 亦是一种海泉式的欢迎 个个都欢迎耶稣 但是当人人的目光都注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没有人留意到他骑的是什么 其实耶稣所骑的生竹不是一个高头大马 其实耶稣骑的是一只骆子 一只毫不起眼的骆子 当耶稣骑着这匹骆子入城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留意到 但是这只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骆子是一只很卑微的 很不起眼的 没有人重视的 或者是专门运货的一个动物 也是一个仆人的象征 也是一个仆人的象征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做仆人 就是做奴仔 好像在第十章第四章五节讲到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属价 耶稣基督就是仆人了 其实在上两个世纪当中 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有学问的 他们都有很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他竟然愿意来到这个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是很落后的 他来到中国之后 不止被中国人歧视 他被侮辱 甚至唯有福音的缘故 牺牲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因为耶稣的榜样 耶稣做仆人 他的门徒都要做仆人 在今天 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呢 我们有没有做仆人的心智呢 求着帮助我们 叫我们有做仆人的心智 甘心情愿做木人 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 让我们销唯一 但是我们 希望到了 那我们来说 我们来到这边 如果能够做木人的心智 ğa有感谢 我们来到我们 的状况 我们来到这边